出發菩提心 重戰立定上求佛道 下化眾生的大誓願 名為怨菩提心 這裡講到兩種菩提心 一個叫做怨菩提心 一個叫做行菩提心 怨菩提心其實就是發怨 發怨叫成就菩提心 這個叫做怨菩提心 一般是說發四弘四願 所有的菩薩有所謂的總怨跟別怨 發菩提心 總怨跟別怨 其實就是發怨 怨就是堅固不退轉的心 基本上來講一般來說有所謂的總怨 我們應該這樣寫 寫得大 怨菩提心之後就要一怨啟修 就變成行菩提心 就是一菩提心發怨 在怨菩提心裡面主要 我們說有所謂的總怨跟別怨 總怨跟別怨 總怨跟別怨 應該是這樣 就是所有的菩薩都要發這個怨 眾生無邊四願度 就是所有的菩薩都要發這個怨 就是眾生無邊四願度 就是四弘四願 本四願 其實就是度盡一切眾生 我們說盡甘金的說法 就是馬上來跟四生化生 其實就是一切眾生 眾生無邊四願度 煩惱無盡四願斷 那你要度眾生 你必須自己要有能力 你的能力就表現在 你斷煩惱的上面 你如果沒有斷盡一切煩惱 你是不能度盡一切眾生的 不能度眾生的 四願斷 那你要斷煩惱 就是你要成果 你才能度一切眾生 那你要成果你必須要斷煩惱 那斷煩惱必須要學習一切法門 而且你不只是學習你斷煩惱的法門 你要斷自己的煩惱 也要斷別人的煩惱 因為眾生無邊四願度 眾生是有煩惱 那你要怎麼樣 你要怎麼樣讓他遠離痛苦 就是要讓他遠離二月 你怎麼要讓他遠離二月 要讓他遠離煩惱 那你要讓他怎麼遠離煩惱 你要給他佛法 給他方法 告訴他道理怎麼樣可以遠離煩惱 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眾生無邊 眾生分享得多 眾生有苦 因為你為什麼要度眾生 因為眾生有苦啊 眾生如果沒有苦 天天都享樂 那你度他做什麼 你就給他到那邊享樂就好了 一樣的意思嘛 因為有苦 那麼長遠的來講叫做輪迴苦 那麼眼前的來講叫做老病死 願政會愛別離求不得苦 有這些種種的苦嘛 不斷在受苦嘛 那輪迴裡面比較苦的就是地律三二道的苦嘛 那麼這些苦你不忍心 不忍眾生苦 你要讓他離苦 那離苦你怎麼讓他離苦 因為他的苦是從他的夜來嘛 從他的惡夜 雜染夜來 那惡夜 從他的雜染夜 那麼你要讓他不照惡夜 那你怎麼樣可以讓他不照惡夜 他起煩惱他不照惡夜不行啊 他如果起了煩惱 那不照惡夜他沒有辦法 他控制不了自己啊 他不會 他不知道這樣做 吃以後會受苦的 就像小孩子 小孩子不知道這個東西是不能吃的 這個東西火是不能玩的 你不會游泳 你不要跳到水裡面去玩水 會淹死的 那父母也都會這樣涼啊 但是 你要先告訴他 或是要教他怎麼學會游泳 或是叫他怎麼不可以怎麼樣玩我 你要告訴他 所以他有煩惱 他就不能不照惡 那所以夜是從煩惱來的 煩惱是餘生俱來的 那怎麼辦 你要告訴他除煩惱的方法 那除煩惱的方法就是什麼 就是佛法 解脫的方法 究竟來講就是禮苦的方法 禮苦的方法 或者我們說調服煩惱的方法 或者我們說調服煩惱的方法 控制情緒的方法 調服煩惱的方法 或是我們說怎麼樣控制你的情緒 或是他就進來講斷除煩惱的方法 斷除煩惱的方法 那麼這些都是佛法 或是我們說幸福的方法 讓你幸福的方法 所謂人天到幸福的方法 這些都需要佛法 所以佛法 所以你就必須怎麼樣 法門無量事願許 各式各樣的法 各式各樣的法 調服各式各樣的煩惱 斷除各式各樣的煩惱 得到各式各樣的功德 然後能夠利益各式各樣的眾生 你必須要法門無量事願許 你不只是學你要的 你要學眾生要的 病人只知道自己是什麼病 要吃什麼藥這樣就好了 要吃多久這樣就好了 但是醫生必須要研究種種的病 種種的藥治哪些病 他才有辦法治療種種的眾生 一樣 所以法門無量事願學 所以菩薩要學很多 然後這一些 那麼究竟就是佛道無上事願成 只有成的佛 只有成的佛 才能夠把這個 度眾生的局限 就是打破 就是能夠利益最多的眾生 能夠斷進一切的煩惱 甚至是喜氣 能夠知道一切的法門 只有成佛才有這種力量 那包括你看 舍利佛智慧第一 舍利佛智慧第一 他也沒有辦法知道 這個人有沒有正虐盤 有沒有解脫 然後他如果正出口 到哪裡去到哪裡去 他也不太可能知道 甚至這個人善根 這身能不能得解脫 他也不一定知道 但是佛就知道 所以成的佛才能夠 最大的力量 沒有限制的利益一切眾生 所以要佛道無上事願成 像這個 很多大阿羅阿能力都很強 但是他也不一定調伍得了 這些外套 但是佛有些就可以 就有預言的 那麼有一些佛弟子 那麼當然也要有善緣 也要跟他有緣 但是從解脫 從利益眾生 從度化眾生 從說法 種種的能力來講 佛遠遠的超越阿羅漢 所以成佛才有辦法 那麼利益更廣泛的眾生 那別願 就是所有的菩薩都有發這四大願 那這四大願基本上 他都是需要的 一個願都不能少 等於在後面會有講 另外有所謂的別願 別願就是除了這個總願 所有的菩薩都發了 只要你發菩提心 你就要有這種願 那另外之外還有另外有別願 比如說法藏菩薩 四十八願 那要師游離關菩薩 還沒成佛都叫菩薩 成了佛就叫做佛 那法藏比丘 法藏菩薩後來叫做阿彌陀佛 但是要師游離關如來 之前都叫什麼菩薩不知道 那一開始就是 那基本上這個就是有十二大願 那文殊菩薩有十大願 還是十二大願 都有每一個菩薩都有別願 它特別的不一樣的 跟與其他菩薩不一樣的 比如說要師佛十二大願 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 然後這一些都這個就是別願 好 那這個是怨菩提心 怨菩提心就是你有發這個心 只是發心還沒有辦法成就 當發心會我以後要 我以後要蓋一個101 那你只是這樣想 我以後要當總統 你隨便說一說 或是你有這個心 但是你沒有去累積 累積功德 累積滋養 那你要怎麼蓋 我以後要當醫生 那你要當醫生 你現在要努力小學 中學 大學 要慢慢上去 你小學就開始在 小學就開始在打電動 中學都到處去玩 那你又要當醫生 你要怎麼樣當醫生 我問你 你要怎麼樣當醫生 那一樣的 所以怨菩提心之後 就要有行菩提心 就是開始要休閒 醫院啟修 這個叫做醫院啟修 這個叫做醫院啟修 比如說像阿彌陀經 無量壽經裡面 這法杖比丘在四次在王國裡面 醫著四次在王國發的菩提心 我要像諸佛菩薩這樣 那這個 甚至 這些 師教給他看了 這些十方佛國土 他要 他要跟諸佛菩薩一樣 他一發這個心 其實鑑定 鑑定之後 給他看了 兩百一十億佛國土 他看了之後 他心裡面知道 他要怎麼做 就發了四十八願 發了四十八願是很快的 但是 他用五節思維 他以後要做些什麼 他如果成了佛國土 我要檢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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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有一點像說 以後 以後 以後如果 我要蓋事業 我要蓋怎麼樣的事業 就參考 參考日本的 參考韓國的 甚至參考這個 西方的教堂 參考回教的教堂 以後我要蓋一間什麼事業 裡面要有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人來 可以得到利益 反正就是從眾生利益出發 那你看了看了之後 你也許花三個月時間 來設計草圖 但是 你要蓋多高的 多大的 裡面要有什麼設備的 牆壁是要貼什麼的 地板要貼什麼的 音響要怎麼樣的 反正 燈光要怎麼樣的 要容納多少人的 反正你如果要 不管你要 那你要怎麼樣設計 你的佛堂 或是你的試驗 完了之後 蓋試驗要淺 這個試驗要忍 那你要去找那個專業的 或是你要訓練這些人 然後 或是你要有這些錢 一塊磁磚多 一塊磁磚的錢 是不是 那你開始就要去做籌備 要努力去做這些事 那麼這個叫做一願起修 所以你看法算比丘 48月發完了之後 用無量節來修行 他用五節來規劃藍圖 用五節而已 他的壽命有四十二節 用了他八分之一的壽命 那個無量壽星說的 有四十二節 用五節來持緯 但是之後 無量節他都在行菩薩道 然後到最近才成佛 成佛十節 釋迦佛時代 一節都還沒過 一大節都還沒過 一大節有一千均佛 一大節有一千均佛 這一大節還沒過 他剛成佛十節 可能是十小節 或者十大節也不多 因為他是在之前五十幾均佛 那是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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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 他是修了這麼久 現在才剛剛成佛 就表示說 他在菩薩道這一段期間 累積了很長的時間 非常長久都是在累積這個 你的試驗要越高越大越好 裡面的設備要越好 裡面的人 人才 那麼這個都是要時間 都是要質量 那麼不然你哪有辦法 那一樣 你的願發得會宏大 那麼當然你要做的事情就越多 所以要因願起修 就開始發了願 你就要去做 那麼這個叫做行菩提心 就是依著菩提心來修行 那其實都不外乎是一般來講 就是一般來說就是六度四射 寒瓜就是六度四射 都寒瓜在裡面 那不離開就是一三 六度四射都是一三星的 那主要是普提心 一三星 行六度四射 那三星的核心就是普提心 普提心 大悲心跟無所得心 他基本上是直接 以菩提心為根本 大悲心 無所得心 就是信空會 我們叫做無所得心 就是信空會 就是一三星 行六度四射 就是行普提心 好 那麼從這樣之後 我們再來講 從這樣之後就圓滿普提 就是成否 就進普提心 就成否 就進普提心 就成否 好 來看 所以他這裡講 出發普提心 重在立定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那麼名為怨普提心 這個就是發怨 廣說 其實我們就總怨 如四鴻誓願 眾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段 法門無邊 你要法門無量誓願寫 一般是這麼說 然後佛道無上誓願成 但是發普提心 並非偶然想起 成否立身 不是偶然想起 是一直是保持這樣的心的 而且 他既然有這種心 他就是一直朝那個目標前進的 所以要經過一番的修行 達到堅固成就 就是這個普提心要堅固 就不退轉 到哪裡才會堅固 到我們說這個普提心 要到你正無身法人 他才堅固 不會退為小生 不會退為凡夫人 那個才是堅固 那怎麼樣 就是說 在還沒正無身法人以前 那我們要怎麼樣 讓我們的普提心堅固 成就 他說普提心的修習 那麽為修學大聖道 去入大聖道的第一要求 就是最重要的 因為沒有普提心就沒有菩薩 沒有菩薩就沒有大乘 沒有菩薩就沒有佛 所以這個是大聖最主要的 重要的 普提心從慈悲心起 那麼底下這裏是 導師 應該就是說 依著普提道次第廣論 來講 發普提心有所謂的七因果 我們先想一下 老師這裡講的 我們再說 就是 圓慈 這是說普提心從慈悲心起 或是圓慈母的孝敬舊度 擴大到願度一切眾生 而善求佛道 或是設想他人以自己一樣 立即眾生應如愛護自己一樣 禁修到願意為利他而犧牲自己 好 那麼這兩種 這兩種是 主要是 這個普提道次第廣論裡面說的 兩種修菩提心的方法 那麼也是 我們說 這個把佛法傳入西藏的 這個阿迪賈尊者 所傳下來的 修菩提心的兩種方法 一個就叫做 七因果 一個就叫做 自他交換 這兩種 就是七因果跟自他交換 那這個是所謂的 怎麼樣堅固 跟怎麼樣修學這個普提心 讓你這個普提心不會敗壞 那麼堅固 成就 最終是成就 就是一個是修學普提心 導師 導師這裡的是第一 普提道次管理的兩種 一個是七因果 七因果其實就是六因一果 那麼他修學普提心的七種方法 他是以這六因成就普提心 叫做七因果 那六因 一二三四五六 那這六因這個是因 那六因就是導師這裡說的 第一個就是觀 他說 霍原慈母的孝敬救度 擴大到願度一切眾生 那他基本上是修普提心的七個階段 就是七階段 那到普提心成就這個是我 那前面這個是因 那第一個 第一個是姿母 姿母姿是意念 意念 第一個先想你的父母 那通常是你的母親 或是你的父母 或是你有些人是爺爺奶奶養大的 就意念 對你有恩把你養大的那個人 有些是在顧委院長大的 就意念那個院長 顧委院的院長 也就是像這樣 就是說 對你有恩的人 那大部分 大部分我們比較意念的 都是我們的母親 是怎樣 那當然也可以是父親 也可以是 也可以是你的爺爺奶奶 也可以是你的姐姐哥哥 有些父母搞就完了 或是你的過院的院長 或者很多 這個是姿母 姿就是意念 意念 意念父母 基本上是這樣 這個父母代表對你有恩的人 這個姿母 這個姿母 又是第一個 我們有六印 第二個 第二個它是講念恩 就想起 想起 意念你的母親 然後念 與己有恩 意念這個父母 與己有恩 或者 就意念跟你 對你有恩的人 就這樣 他不一定是父母 或者父或者母 或者兄弟姐妹 或者是孰孰伯伯伯 就不一定 或者是孰威的院長 反正就是這樣 這是先 先意念 然後想到 他對你的恩德 念恩 所以知識意念的意思 意之 意之 這個對象 先有一個所源的對象 然後 這個對象是 他對你有恩的 那你念他的恩情 那念的恩情又怎麼樣 要求报恩 要报恩 有恩就要报恩 所以你开始想要报答他的恩情 那么大家就是这么多人里面 他照顾我 抚养我 教育我 帮助我 在我困难的时候 怎样怎样 就这些 那么就是你要求报 就是预报他恩 预报恩德 预报恩情 预报他的恩德 第四个 就是慈心 这个是七阶段 就是怎么样 怎么样你的菩提心坚固 他这里就是生起慈心 想要报答他的恩德 那么慈就是想要带给他快乐 生起慈心 那么再把它扩大到一切友情 那么就是一切友情也都是这样 那么从这里开始扩大到一切友情 那么当然也一样 一切友情都与你有恩 都是过去你的怎样 人类像这样 那升起这个事情 那这些友情就是从四五样心里面 在演化出来的 就是慈悲喜舍 从自己的母亲 有恩的扩展扩展 扩展到一切众生 我都要令他怎么样 令他得欢喜 令他离苦得乐 是这样 扩展到一切友情 与一切友情起失去 因为菩提心就是 要扩展到一切友情 这个我们说具体的修法 就像地上天的 等一下再来讲 第五个 就是悲心 那么这个是离苦得乐 就是欲嫉妒一切众生的痛苦 就是欲救济一切众生 众生有苦 我们希望他离苦 就好像你自己的母亲生病 你感同身受 你想要赶快让他带去看病 想要救他 欲救济 欲救济众生 但是你已经扩展到一切友情了 所以你就变成要救济众生的 欲救济一切众生的苦难 就是你想要 救济当然就是他有苦 欲救济 欲救济一切众生 我们就简单讲 好 那这个是第五个 那第六个 就是真善意乐 你这种心 这种心真善意乐 一就是你的心 就是你的耗药 那么这种心 其实 导师就是说 你有这种狂热的心 就是要异利修行 强力的愿行 你不是论语水上说说而已 强力 强力的愿行 就是依这个愿而有的行为 那这种其实 导师说就好像一个狂热的心 要度众生的一种心 那基本上就是尽心尽力 不畏艰难不惜牺牲的这种心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真善意乐 就是非常坚定的要利益重生 而且实际上是 就真的要做 导师举一个例子 他是说 有一个小孩子 掉到粪坑里面 那么很多人 一个人掉到粪坑里面 小孩子不小心掉到粪坑里面 那很多人都在那边看怎么办怎么办 赶快拿珠子 赶快拿绳索 赶快看打119来救他 因为这些人都跟他没关系 或是因为那个粪坑那么臭 要跳进去那个要很大的勇气 而且又怎么样 结果他爸爸经过 看见他小孩在粪坑里面 什么话都没说直接跳进去 就要把人救上来 就是这种就是真善意乐 为什么 如果是你的小孩 你不会直接想怎么办 要用绳索 要用竹竿 还是要打119 还是要找谁 没有 你直接就跳进去 要把他救上来了 你会不会说 那个先给我找一件雨衣 或是先给我准备一桶水 等下上来可以洗 没有想那么多 没有想那么多 唯一想的就是 赶快把他救上来 这个叫真善意乐 那如果你还在那边想 哎呀 那个小孩子好可能怎么办 赶快找人来救他 赶快拿竹竿 赶快拿绳索 那个就表示 你不是他的爸爸妈妈了 你救他的心没有那么怯 那个真善意乐没那么强 这个情报词还蛮好的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所谓的六因 那从这一些 从这一些为因 就产生什么 这个果 这个果就是什么 菩提心 这个是第七个 这个就是果 这是第七个 就这个成就菩提心 菩提心以大悲心为根本 那离一切众生 大概就这样 那这是这个菩提心的所谓的修行的七个阶段 从这六个 一直到真善意乐 那这个就是意愿起修了 开始努力 要度众生不是讲一讲 众生能备事业都不是讲一讲而已 那比如说我们常常这方面 愿与此功德 补习一切 我要等一众生结供成佛道 好 这个也是一个发言 等下回去 被谁惹到 被同事载了 你就开始又抱怨了 然后又开始想着怎么报复他了 那你不是说才想要武力修杰 把功德给他而已 让他得喜乐吗 那现在怎么样 要对视他 要修理他 那这种就不容易 所以你要实际上有这种学问 那就从你身边的累开始 身边让你痛苦的累 你想办法 想办法让他不再造业 不再造业不是修理他 而是改变他 用你 用你去改变他 那你不是希望一些众生都得乐吗 那他现在得乐了 你要祝福他 让他更快乐 让他一直永远这样的快乐 那其实是这样的 就不断让你身边的人 那你的父母 从你的父母 兄弟姐妹 亲戚朋友 同事 同学 反正这些 妈妈妈 只要接触你的人 都可以从你身上得到安息 都只要 只要跟你在一起的人 都可以因为你而解除痛苦 而去除忧恼 那么这个也就是开始在增上医了 开始在行菩提 行菩提心了 医愿起修了 而不只是天天这边练 众生无辨事愿度 烦恼无心事愿段 结果回去 看这个也不爽 看那个也不爽 看这个也忌妒 看那个也羡慕 这个意义就不大 所以真正的菩提心是这个 这个是一般来讲 叫做 这是导师这里讲的 圆慈母的孝敬旧度 扩大到愿度一切众生 而上求佛道 这是这种 这是里面讲的 那里面讲的什么 七因果 修伯提心是七因果 第二个 那这个我们说过 像地藏经 其实就是用故事化来告诉你 它实际上也是这样 地藏经就是用 用这个木剑人 然后他的母亲 墮入地狱 或是墮入恶鬼 那么他在受苦 那这个就是母亲 那母亲与他有恩 他要报母亲的恩 希望母亲得到欢喜 但是现在母亲在受苦 所以你要把他做什么苦 受地狱的苦 那这个是最苦的 你要把他从地狱救出来 要救度 可是他去救他母亲的时候 他发现到 很多人都在地狱受这样的苦 所以他扩大 有没有 不只是要把他母亲救出来 还要让所有地狱的众生都救出来 所以他就是这个方法 扩展到一切有钱 所以地藏经其实是告诉你 怎么发普及信 你现在要去观 观察到一切众生 那么就算现在没有受到地狱的苦 因为他的烦恼 因为他的邪见 他以后也会照恶业堕到地狱 那我们不只是现前的苦要救 他知道他未来会受苦 我们也要想办法让他不多地 这个是地藏经的法文 基本上他是以这个为因的 那他讲了两个故事 主要是婆罗门离跟月地律离 那其实都是这样 那其实这个就是 这是菩提心的修法 那很多人不知道 那第二个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所谓的 A 然后B 另外一种 第二种 就是所谓的自他交换 这个也是藏传里面的 自他交换 就菩提心的修法 那自他交换基本上是从 像这种也是从这个陆菩萨行为 吉天菩萨这边来的 那他是 老师这里说的就是 设想他人与自己一样 立即众生应如爱护自己一样 尽修到愿意为利他而牺牲自己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自他交换 自他交换的这种修法 那么 他说先自他交换要先修自他平等 就是我们的任务可以给他 他们的苦也可以给我们 要先修自他平等 然后再修自他交换 他是不是有算是这样 第一个 第一个 先修自他平等 然后第二个 再修自他交换 那自他交换就是导师这里讲的 设想他人与自己一样 立即众生与爱护自己一样 但是他也有实际上的修法 就是他观照 他有一个方法叫你这样可以观照 怎么样把别人的痛苦变成我们的 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的幸福 变成别人的 用想的就可以 他要怎么想 怎么观 他也有 他是这样子的 实际上的修法是 他有分两个 一个就是把我们的幸福 我们的功德 变成别人的 第二个就是把别人的痛苦变成我们的 要怎么想 他是这样 当然不是说你真的这样想就真的会这样 没有 像这个有些讲菩萨 菩萨看到定义的苦 他就想希望我能够带一切众生受无间定义的苦 但不是说他想要受定义的苦 他就一切众生就从定义出来了 他就只有他在受苦 没有 他只是因为这样兼顾他的菩提心 要度众生的心 只是这样 那这个自他交换 他有实际上的修法 他是这样的 第一个 观自身喜爱的一切 应该我们这样想 他要观自身所喜爱的 你的幸福快乐 对了 自己所喜爱的一切 自身也一样 观自身 喜爱的一切 你拥有的或是你喜爱的 那么 他说 这个是看你喜爱什么 然后以白光 化成一道白光了 所以你喜爱的这种 比如你的幸福 家庭很幸福 你的家庭很幸福 很美满 那么把这种 想象成一种能量 一道光 你白光的形式 从心发出 那从你的心 就是想象它是一道白光 然后你的幸福是一道白光 或是你的漂亮 你的美丽 你的材质是一道白光 然后在你的心里面 在你的心里面 从你的心里面 发射出来 因为你现在是要自它交换 那要怎么换 就是能量交换 那要从你的心 这所有的能量都聚集在你的心里面 你的善心里面 那它是一道白光 那这种白光 这种白光 从你的心发射出来 因为这种善法 功德就蕴藏在你的心里面 心里界法 从心发出 发射出来 发射就是从心善发出来 发散出来 那么再从这个心 从自身的 它有这样讲 从自身的右鼻孔出 从心发出 然后这个心 它不是说这样发散出来 是从这个心 再从这个右鼻孔出 因为它是在引导 从右鼻孔出 那么你这道幸福的光 或是财慧的 智慧的光 或是有福报的光 从你的右鼻孔出来 然后教他 观想你要交换的那个人 那个人正在受苦 那个人家庭不幸福 那个人身体不好 那你身体好健康 那是一道光 从你的右鼻孔出 从你的右鼻孔出 从他出去去哪里 出来了之后 从你的心 然后从你的右鼻孔出 然后出来之后 就到那个人 那一个人的走鼻孔路 从右鼻孔出 从他人走鼻孔路 从你的右鼻孔出 从你的右鼻孔出 从你自己的右鼻孔出 从你自己的右鼻孔出 從自己的右鼻孔出 然後從他人的左鼻孔路 然後就這樣交換過去了 然後就是把捨掉 就是捨掉你所有的給眾生 那另外第二個就是一樣 那麼觀別人不喜歡的一切 現在他所受的一切苦 我們可以這樣看 施捨一切 觀 別人 不喜 然後受苦的一切 他人別人就是他人 他人 觀他人 看是誰 觀他人不喜 受苦的一切 那自己就是喜愛 幸福的一切 享福的一切 然後 一樣 他 這一些他不喜歡的一切 也是一道光 這一道光 不是白光 是黑光 是黑光 從他的身上出來 黑光 從他的身上的左鼻孔出來 從他身上的右鼻孔出來 一樣 就是這道黑光 從他身上的右鼻孔出來 然後進到我的左鼻孔 然後就這樣交換過來 就是從他人的右鼻孔出來 從他人的右鼻孔出來 然後進到 我自己的身上的左鼻孔進去 然後再進到我裡面 這樣就 我就把他的苦難接受過來 那實際上是 這個是觀想而已 實際上也沒有辦法 真正就是把他的苦難 交換過來 但是也有可能 那就是你 因為 因為這樣你會 遭受到一些身心的變化 也有可能 像應光大師有講過 我們先講這個 就一樣黑光 然後從左鼻孔路 從右鼻孔進 就別人 那他講到 應光大師有一個 洪一大師有一個 洪一大師講到 這時候應光大師有一個機師 叫做徐衛如 那個還滿有名的 徐衛如 那那個徐衛如他得了一種病 這種病就是他 有痔瘡內症 他每次上廁所 都會拉血拉很多 以前我們 我讀福院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也這樣 他每次拉上廁所都 痛不欲生 可是他不吃又不行 吃了每次上廁所 他那個好像是內痣 就是痔瘡 可是他那種痔瘡很嚴重 就是他每次上廁所 都會拉很多血 拉到都平血 可是都治不好 沒辦法治好 應該是內痣 還是我不曉得 可能就是不知道內痣外痣 可能就是應該是內痣 然後就是 他每次拉很多血 所以不是少少的血 是很多血 那每次都身體很虛弱 也因為這樣他 而且拉出來都很痛苦 不吃又不行 吃了又拉拉就很痛苦 所以他也一直醫不好 不曉得為什麼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 因為講到這個 讓我相信我的同學 然後他說這個徐衛如 他也是得這種病 他每次都痛到很辛苦 那花很多錢 找很多名醫 就是醫不好 後來他讀華嚴經 那讀華嚴經就 看見華嚴經裡面 有一個帶眾生受苦的文 就是菩薩要帶眾生受苦 然後他就每天讀那個文 他說既然我都要受苦了 既然我都要受苦了 我也不會好 那我希望 那不然就是眾生的苦 他想起第一 二道 就是眾生那麼苦 他讀華嚴經的帶眾生受苦文 他就讀那個 他真的發願 我如果可以 那麼 因為他知道那個受苦的 因為他每次這樣都做很多苦 他就想說 那麼 跟眾生比起來 那麼我這些苦還不算是真的苦 那既然我每天都要受苦 因為一天至少要拉兩次三次 最少也有一次 他每天都要經歷這種折磨 他就每次都痛到要死去 但是又死不去 就是這樣 所以他就讀這個文 真正讀這個文 那麼而且他真的發心 那麼就要帶眾生受一切苦 結果發了這個 讀了這個文然後發心 已經唸完了之後 沒有多久 他就真的感受到那一種苦 比以前更苦 就是他原來還沒那麼苦 現在已經升級好幾倍的苦 痛到沒辦法 以前痛還可以忍受得住 只是痛不欲生 但是還不會死 現在痛到受不了 真的就昏過去了 這是他自己寫的 那麼痛到帶眾生受一切苦 而且他是發自真心的 他不是說我們隨便念念 像我們說我們念 眾生無辨事業 都煩惱無心事 其實是隨便念你念而已 願你此功德補給一切 有時候也是隨便念而已 真的真叫你捨 你又不會捨不出來 還因為這個又看不見了 反正我又沒有損傷什麼 反正沒關係給你給你給你 甚至發現到給了 你自己沒有你就不一定給了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所以他是真心 願意帶眾生受一切苦的 發了之後 痛到死去往後來 昏死過去 昏死過去 你看那個多痛 沒有發 原來沒這麼痛 好像真的就是帶眾生受苦 就痛死過去 結果 痛死過去再醒過來之後 好了 好了 所以這個是很神奇的東西 這個是 這個是講徐衛如居世的 他是也是在大概民國初年 一個非常有名的居世 這些有些東西 有時候業力的東西不可思議 但是 所以他講 業力不可思議 精力也不可思議 有時候也有這部分 就是有些因緣很難講 就是佛教界 不管是佛教界 其他宗教界也有 也有這種情形 但是這裡講的就是發菩提心 有兩種 一種就是所謂的七階段 七因果 一種就是所謂的自他交換 那這種 這是這裡講的所謂修學菩提心 那麼 那導師這裡是這種白話講的 就是 設想他的你自己一樣 立即眾生應如愛護自己一樣 進修到願意為利他而犧牲自己 就是把別人的不好都給我 那是一種犧牲 那麼把自己好的給別人 自己就沒有了 那也是一種犧牲 但是只要別人得利 就是我們說的 但願眾生得利股 不會自己求安樂 那這種情操是很偉大的 但是我們一般的人沒辦法 老實說 但是就是要慢慢修慢慢修 慢慢兼顧 這也不是一下子練一天兩天 一年兩年可以練起來的 沒有 要時常練 時常練 時常想 一天進步一點 一天願意犧牲一點 一下子要犧牲太多 老實講也做不來 就算國也做不來 老實說 但是就是一天做一點 一天做一點 其實慢慢可以成就的 他說這樣的修菩提心的動機跟方法 有動機有方法 那麼進於奴家的人道跟術道 但菩提心的修學圓滿成就 深廣是與世間法大大不同的 這是大聖道的基礎 就是修學大聖道應該多多的 應該先多多的修學 就是擔當菩提心 不是說我發了菩提心就好了 不是的 他還要兼顧 讓他怎麼兼顧 讓他怎麼不退轉 那他還是要修的 那他這裡講到跟奴家的人道跟術道 將近 因為時間到 我們下次再來稍微講一下這個 為什麼相信你奴家的人道跟術道 好 大家合掌回向 來 願以此功德 不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臣佛道